这个孙岩座离开发警示的事 他面相那个表情好像是真减哦 做出这样的事情好像真厉害的样子 看到几大天的每天都会掉的 每次起立到表演的舞台的样子 比出到日本董卫的那个秋色 所以很严重的离开发警示 甚至还给你撈两个日子 孙岩座是卡到窗泡弹又关这条里30万狗布 他们老伯孙鹏出来把狗布抖去 上次也能看到那个狗布抖帮 出现到孙健豪三日 大家才发现他改名 经过了解孙岩座原名是孙华 之前改名给孙健豪之后 又改为孙岩座 但现在又改回孙健豪 回去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 改天再讲好吗 改天改天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 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不好意思 孙岩座天下午跟警记人 因为找一支亚树火灯出现在台北市信仪区 后来没办法交出这支火灯三言 所以监警去印刀把抄 抄出一支亚树火灯 把盗益以及帮不火油成分的 蚝蚝蚝蚝蚝蚝 这几部分都违罚 遗争百渐获胜 孙岩座的律师是古老爷 除了王碧瑶以外 包括情检察官 何祖孙是孙肖定王牌律师团 孙岩座委在那次行台 以王百渐获胜的时候 他那个感情不知是在无事 今年春风长暗来到北京时 蚝蚝蚝蚝 应该是想说 世界这种鸡 真的有绝心观影 明镜新闻组合不住